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史记》里面 某种意义上来讲 最伟大和最有历史价值的篇章之一 与此同时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我还会浏览《史记》南越列传 朝鲜列传 西南移列传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谈到苏玛湘如的南楚府了 课后读 这课后我会传给大家 这个赵武林王战国时代 李牧 包含在这个连泊林项如列传 还有孟天 作为客户的 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的历史背景说的说明 就是匈奴 过去英文叫汉子 但这个汉子跟推到 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 汉子到底是不是一个主义 这个汉子是不是那个汉子 这个至少19世纪以来 你是全没搞清楚 因为很难 因为这个几个世纪的 假如就是那个汉子 几个世纪的跨大陆迁徙 特别是游牧民族 包括匈奴在内 至少匈奴这个游牧民族 基本上没有文材料 就跟陈吉思汉的蒙古一样 所以说蒙古 建了蒙古帝国以后才请了汉人来写蒙古史 所以不知道 所以现在一般的西方 现在比较严谨的历史著作 都用中国差不多拼字我写成匈奴 以表明这个匈奴还有一代研究 不一定是那个汉子 但无论如何 这匈奴按照我的看法 因为中国就算中国历史技术远古的 先前的也很含糊 本来就是最难的问题 因为关系到这个族医学民族学等等 所以他按照判断 有所谓小义匈奴广义匈奴 首先呢我们是谈的一个广义匈奴 作为一个多个世纪漫长历史 也就是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历史当中演化的 东北亚和不同蛮族部落的结合 这个匈奴 也就是广义匈奴 在史记上被含糊的称呼 或者宽泛界定的祖先和亲属 比如说史记里面有山荣 这个颜庸 熏竹 还有商朝人说的鬼方 混仪 这次我都现在读不出来忘了 等等等等 匈奴成秋时候的荣敌 战国时候虎等等 还有史学家把鬼龙 义渠燕金 鱼无 楼梵大利等等 命名作统称为匈奴 按照现在当代的史学 匈奴起用的资金能不能解决 因为很自然 你匈奴是庞大 他语言和血缘变成混质 所以可以比较悄悄认为 他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 无论如何 there was a匈奴 就是有匈奴 在这个意义上 也就广于匈奴 我们 我们的祖先叫华夏 华夏族 匈奴与华夏族 不论是华夏族祝贺国 还是华夏族帝国 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争斗 主要特征和首要特征 暴力摩擦和大规则冲突 然后在七个世纪当中 从来没有真正decided 没有真正决胜 一直到五帝治下的汉帝国 发动几次大规模的远程猛攻 去破当时的匈奴帝国 狭义的匈奴帝国 而且把匈奴人永久地逐出华夏地位为止 那么这是七个世纪真正的文明冲突 当然也是政治争斗 在这过程中千百年 有满意义对龙根华夏 前者大体上在七个世纪当中 占有优越的战略或者军事 卫士 我们甚至已经 卫士已经隐含了 它的地缘战略地缘政策 反过来呢 龙根华夏也有过几次 而且是a few really a few 聊聊几次 可以称之为辉煌的战略性反共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孟田前214到215年 赛金30万大国有远程 从这个匈奴收复核桃地区 啊 结果就匈奴七百余力 打退匈奴七百余力 胡人不敢越核桃 不敢越过黄河 啊 南下而沐马 我们还有啊 和五帝之下 啊 就是这个 啊 为勤护士兵为主帅的 在前127年 到前129年 经过三大战役 摩南战役 河西之战 摩北之战 啊 三大战役 摩南战役 河西战役 摩北战役 击破匈奴的帝国 啊 包括和徐兵远征道 啊 大概是外蒙古境内 狼狙续散 据称啊 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现在不知道 保守的人说啊 在反正在线外蒙古境内 但是远离乌兰巴托 啊 比较至近的人说 这个地方就在乌兰巴托附近 就肯特産 无论如何 这中华帝国 曾经有过的 两圈中华帝国 曾经有过的 最远的远征 啊 这个 揭称远征 啊 正的远征 不是正和下西洋 啊 这个下西洋 但远多 但那个不是 驴肉的 Armitary Expedition 结果 啊 就是事后 从这个以后 匈奴远盾 摩南无王平 所以呢 如果从贺续兵 从孟田 啊 秦王手下的 或者秦始皇手下的 到五帝手下的 为秦贺续兵 汉兄 一般啊 有的时候历史决 汉兄百年战争 这个汉呢 不是汉帝国 是秦汉帝国 或者说华夏 从匈奴 啊 华夏帝国从匈奴帝国 一百年 每年战争 啊 就因此 卫秦贺续兵 寄生于中国史上最伟大的武士和英雄之列 也因此 他们君主最高总帅 啊 秦始皇和汉武帝 在这个至关紧要的方面 对中国 以及华夏文明的安全 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 然后 后面还有一个尾声 啊 然后 我已经和区民之后 也是司马迁去世以后 所以匈奴族 及同盟 在匈奴帝国 被击垮以后的内战 混乱分裂 所谓封出一个北匈奴 北匈奴 在公元一二世纪期间 向中亚迁徙 然后越来越远的西医 最终参加了摧毁老马帝国的西方的史大局 另一方面 南匈奴 衣服和帝国 部分的汉花 逐渐一路河套 以及河套引南地区 啊 那么加生犯 这种 和中国一严重的政治锋裂和内战相伴相随 大乱中华 啊 又是开启了 四世纪初年 直到六世纪末 就随统一维持 华夏民族和中国历史上 可以说最黑暗的时代 主要特征 是非常漫长广泛的收益屠杀 决心政府 人口拒减 社会凋敝 以及社会野蛮化 但是 尽管如此 那 从卫星和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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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沙鲁六都为止 华夏民族 从未遭度摘出 啊 再度摘出 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 啊 到这时候为止 在这以前啊 一直追溯到 汉武帝 如果我们从政治战略事业出发 我们可以从 在司马迁史基凶的列传里面 记载历史当中 窃取巨大的交易 这交易的前提 就要牢记 双方的政策和战略 首先都是文化上 在这一上 战争是文化的积蓄 这句话 某种意义上要比战争 政治积蓄远更深刻 无论政治 还战略都首先是文化上 也就基本生活方式 政治文化 最小就是战略文化上面 被规定的 在地理环境当中 在这七个世纪的文明冲突当中 那么这个就是 司马迁的匈奴日战第一句 匈奴习先祖 据说是 下后子苗一也 未成为 等等等等 我们来看 这一段非常杰出的 我先前讲过 这个差不多 在与另外一种 辉宏的笔法 写了西洛多德 在历史 这部著作里边 差不多三分之一篇幅的东西 这一段 关于匈奴的 绝佳的 所谓ethonology 民族制开阔 司马迁告诉我们 用我们现代汉语 现代语言来说 熊龙是游牧族 他的文明和文化 就完全不同于文明 华夏 这样一类 这样一类 农耕族 因而 在农耕族看来 是巴伯人士 野蛮人 蛮夷 还有 司马迁告诉我们 他们游牧生活方式 其中有战略含义 主要战略含义 想而易见 也就是 他们是天生 永战 善战的武士 非常精于 袭击和射击 激动灵活 强烈的倾向于 所谓在匮乏的时候 为劫略而入侵 而且关于 灵活的运动战略 而且无视 华夏文化所界定的 被华夏自认为 普世 实际上特殊的 礼仪 特别是儒家礼仪 包括孝道 因为孝道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条件 全然不同的游牧族来说 显然不离在一个 匮乏型经济当中 激动作战的需要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战争文化剧 就匈奴来说 生活方式 就战争方式 反过来可以说 战争方式 就生活方式 匈奴你看 这个 绝佳的描述 没用多少字 他先前说 唐宇姚胜以上 传说 匈奴就是人们所称 山荣 这个兼容 昏族 居于北满 随旭目而迁语 旗旭 多数 马牛羊 少数 所谓旗旭 就是 驼一 就是骆驼 驴 还有呢 绝笛 到了南北超市 人们就不懂了 什么叫绝笛 北笛的骏马 这个唐初有人说 绝 是老马 第一 就是小马 还有 陶屠 赤马而轻 西西 寿文说 竹野马 西水少千许 没有成国 常处 耕田之夜 各有分地 物文书 有语言 但没有文字 言语为约属 句号 小时候 卑鄙 或者少年 就能骑羊 隐公 小公 玩具公 射 鸟属 稍长大 是射 糊涂 用为石 是 猎能 弯公 竟为 家旗 天生的 anlation at arms 其属 宽 就条件好的时候 水潮风暴的时候 是谁 这个初 因涉猎 群色为生意 以这个方木为主 木翼为主 这个打猎为刺 急 匮乏的时候 人 惜战功 也轻乏 惜天性 也 是民族特征 长兵器 就是弯 公斥 短兵器 就是 刀 蚕 小刀 蚕形 四毛 铁兵 力 则尽 天生的战略家 不力 之退 逃走 是不以为耻辱的 因为战略需要 力所在 不知理 听完一下 前十出肉 依其皮革 背同求 壮者是肥美 老者是虚 没有孝道观念 贵 壮奸 贱 老弱 还有一个收 继婚 父使 七七后母 兄弟使 借 取 其 七 七子 凡 存在就是合理的 道立 何在 这两项习俗 也就是收 季婚 战略必 何在 在于 有力增加人口 因而也就是 有力增加军事 能力 习俗 有名不惠 而无姓 然后下面 司马前就讲 这个 讲什么呢 黄英雄奴 作为对华夏 非常古老经久的 致命威胁 那是一个 悠久的 致命威胁 为什么这样说 从公元前十三 十二世纪往后 他们祖先和亲祖 以凶手的袭击 一次又一次入侵 正统中国 或者说正统华夏 也就卢家义上正统 华夏族呢 什么样的sponse 包括自己大体上 防御性 或者后撤性的战略回应 这个 夏朝衰 我们讲过 舟族嘛 我们讲到 古宫淡步嘛 淡步王走旗下 而平人 系从淡夫 而以言作舟 这以后 华夏首次对北方蛮族 发动中而进攻 这就是 西伯昌 文王 这个 伐 眷一室 然后到 唐处就住了 春秋 这个眷一室 就是春秋时候的眷龙 所以谁有一年 往伐州 而迎 洛击 洛阳 和巨峰告 这下面 华夏国家再度进攻 而且对他们展示 确立某种象征性 那从上致命的宗族群 中国皇帝 华夏皇帝特别会宣称 这个 普天赤下 莫非王土 其实都是致命的 人家也没听到 人家也没承认 但是这边的人 听到的 表明 他们自己的皇帝的 帝国的伟大 这个 称之为离得太远了 以失落共 一年 或者三年 送一头羊 送几头羊就够了 这叫最远的帝国 最远的边疆 叫荒府 再过二百多年 周到衰 慕王 西州第六代 罚眷容 得四郎 四百路已归 总算还是入宫了 或者被宣称入宫了 但至此以后 荒府不至 也就是说明 向征县的宗族权上市 北方蛮族变得更加强大 那么至此再过二百多年 就来了剧烈的大灾难 北方蛮族 加上他的华夏的西同署 西同署 最初就是申和 华夏西同署 在秦安七百七十一年 对华夏中央国家进行首次决定性入群和摧毁 然后南向扩张 西州王 从此开始东州 也就我们所说战国时期 这个 周幽王嘛 这是著名的故事 用耸基保一字顾 与僧侯有劝 僧侯怒 而卷容 共攻周幽王与黎山之下 这起周子 交货 而居于精卫之间 更加南下 轻爆中国 等等等等 半华夏 半蛮的秦 做了一个救援性的反攻 救援周天子 这就是当时之时秦湘公罚 荣 自齐 才列为祝侯 有功 秦王有功 列为祝侯 我们之后 下面就是 北方蛮族 兼货 办以他们华夏协助组 一次由于是入侵华夏祝侯国 和华夏中央国 并遭抵抗 然后 还有 北方蛮族 由华夏同志引路 帮助华夏同志 从事华夏内战 或者称为宫廷内斗 这样一来 就给了北方蛮族 扩张和截略战略 优惑或者机会 总之不断有 这样的事 发生 写在使节上 就是比如说 清道暴逆中国 中国集职 古诗经里面说 有这样的话 荣敌思印 薄伐 严荣 自于大远 戳于蓬蓬 城北塑坊 这些东西诸解 蓬蓬 施马的帽 戳于蓬蓬 说真 城比四方 建城 修城 筑城 守之 也许就是现在可以看到 已经风化了 已经不像画了 土的 长城 土砖的长城 中国西北 中国西北 甘肃 可以说 某种意义上 到处都是 等等 等等 这跟中国中原地区 华夏境内的春秋的霸主也有关 故意义上 但是 我看到这